柳妍谈论到自己的北漂历史,实在让人心酸,称日后有孩子绝不富养。 柳妍,向来在娱乐圈一直是长得甜美可爱,身带或辣的代名词,媒体也是经常调侃道,这是一个宅男女神,但是在这个颜值和身材的世界里,很多人都想不到她当年的艰辛的那几年。 柳妍也曾有过一段辛酸的北漂历史,就在最近,记者采访柳妍时候,柳妍透露出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,经济能力十分有限,就是馒头咸菜,曾因为没有前一个也不吃药和感冒发烧做斗争。 柳妍称自己刚到北京那天是12月4日,那时候的北京已经是深度了,刚到北京第二天就发生了严重的大感冒,高烧不退,但是自己经济有限,硬是坚持一个月不吃药,与病魔做斗争。 当时她还在四处找工作,薪水少得连吃饭都是问题,这也着实让人心寒。 但是柳妍是个好样的,她认为女人要独立,要从小就养成不靠别人,自己动手风衣足时,还成以后自己有了女儿以后,不会娇生惯养富养,一定要让她学会独立自主,不能让她成为温室的花朵。 听到柳妍这么说其实也是有点心酸的,实际上柳妍不仅是性感,她的性格也是十分坚强,经常和她合作的大鹏就评价她,她不仅身材浑辣,她的一举一动还让我看到了女版的自己,看到着你们会对柳妍有一个另外的看法吗?